朋友们大家好,教给大家击中生活中非常常用的绳节技巧 首先第一种骨科鞋的打法 将绳头向下方缠绕两周之后 上方预留出的绳头 再上方再进行两个节点 形成这样的一个节点同时 拉紧绳头位置 绳头拉紧,主绳受力 受力的同时,节点会牢牢抱紧 整理一下节点,大家请看 这样形成的节点是 越受力会越拉越紧 非常的实用 第二种办法,抓套级的办法 首先将绳打一个对折 对折之后 取任意节点形成一个节点 这样咱们两侧整理一下节点 形成一个普通的一个死结 形成死结的同时 上方预留的绳环向下方掏出 中间给它拽出这个绳环 形成翻转一下 大家看一下 整理完 只需要向外侧受力 受力的同时,节点会牢牢抱紧 越受力越紧 形成这样的一个绳扣 这样掏出物体 受力时 不管节不开扣 非受力时可自由调节 非常的实用 大缝压缝绳防缝抓套节 接下来第三种 这样绳头在食指上方 缠绕两周之后 这侧主绳 压回来 在拇指上方进行两次缠绕 缠绕之后 这样咱们抓住节点 形成这样的一个节点 翻转里侧绳环 向前方拖拽 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四个绳环 四个圈 形成四个圈的同时 只需要套住圆柱锁装定点的物体 抛住物体的同时 节点会快速抱紧 这样拉伸节点整理一下 形成的节点不缓节不开扣 上下受力是牢牢抓紧的 非受力时可自由调节高度 小圆大棚 锁装户外帐篷的固定四角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抓套节 接下来第四种 将拇指绳线在拇指上方 长绕两周 从绳头从下方套出 这样套出之后压过来 翻过主绳 压回绳扣中 两侧 拉紧绳头和主绳 受力整理一下 大家请看 整理出来的节点 双套无绳头 双套成人节的打法 节点不发生改变 受力时会牢牢抱紧 宁舌不开扣 非常的实用 受力 unti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